有完高雄在靠台北的新一区 您知道吗 根据统计 今年台湾年轻女性的消费市场将超过1.3兆元 因此从百货公司到餐厅都努力的强攻女性顾客 尤其是台北市的新一区 这女性客群占比是高达了有七八成 也难怪了 现在有老字号的连锁牛洞店 在新一区分店干脆把店面还有菜单全部都翻新 不卖牛洞了 敢卖轻食主攻的就是女性消费市场 有试剂的墓室桌椅 还有大片的明亮玻璃窗 看起来像是欧式下午茶店 但其实它是日式连锁动饭店 圆风色的装潢 大型白色吊灯 温暖的居家风 北市新一区门市换新装 完全设计旧式橘色招牌 Branch的店吧 觉得它的装潢感觉很舒服 喝咖啡的地方吧 喝这其实是吉野家 真的啊 看不出来 比之前那样传统的好 原来新一区女性客群多 占比高达七八成 因此业者砸重金翻修 连菜单都大改造 不卖牛洞 改卖牛肉三明治 或墨西哥卷饼 还有咖啡甜点等轻食 要让女性客人吃得巧 但别太饱 没有中牛洞吃 另一家常要排队的日本 平价牛洞餐厅 也针对女性在餐点上花巧思 迷你碗的话适合 比如说一般女生 平常食量比较小的话 这款份量太大 店家特别设计迷你碗size 和中碗比一比一 饭量是一整碗比一点五碗 肉量也是一比一点五 难怪女生吃迷你的刚刚好 针对特定族群 可质化餐点和店面 才能让顾客感到亲切 尤其女力崛起 业者抢粉红商机 各出奇招 记者曾建勋路易台北采访报道